好的,我们这边来看MFB对这XG的第二局上半场 超Q是选择了女巫 开局能找到的是调象师 带的是放狗 那么这边是选择寄生还是怎么说 直接寄生 寄生完12秒有狗 外面三台机已经都修上了 这个调象师又成了第一个手抓的目标 两个信徒全部在这里 看调象师的香水怎么处理了 或者说超Q这边板子下掉以后会不会直接放狗 直接放狗了 第一只狗咬上以后 这调象师直接吃一刀 这个有点伤的 而且他要吃一刀原生刀 香水先放 这个位置我等你 香水回去 这个狗子一个硬直直接吃一刀 吃一刀以后带的不是能太特别走 前锋这边是已经跟过来了 第二只狗可能直接要放了 找好位置可能就要放了 翻进来 往前走 女巫跟着 找好一个位置 这边是遗产 这个遗产如果倒在这里很伤很伤 狗子直接下 咬住 好原生信徒和寄生信徒应该都会跟过来 这个地方调象师如果倒地 还要干扰到一台电机 看前锋的发挥了 前锋拿球 漂亮 这一手我以为打中了 没打中 还有硬直 前锋再撞 调象师香水放出来 狗子已经脱落 至少前锋已经帮忙脱了一条狗 两个信徒 围角 围角 这边 应该还是要倒前面 没有交互点 前锋再撞 打一刀前锋 已经拖了很久了 已经拖了很久了 这一轮拖的非常非常的关键 我们看一下 好像是已经把 谁的电机已经拖掉了 对吧 这把拖的太关键了 如果不是的话 这边守着这一台遗产机 这个求生者会非常非常的难打 这一波前锋的拖 真的很有效 很有效 强行拖了下来 真的是强行拖了下来 这个地方应该要倒了 一刀震射 再计身 那么求生者由于前锋的一个良好发挥 是成功的把墓地的电机给拖出来了 这台遗产机一旦拖出来以后 超Q这边选择的一个椅子 就不是特别的舒服了 他来管前锋 由于寄生是打了 反手寄生上的是这边的调香师 那么没有办法寄生更多的人 场面上面的一个控制的力度会很小 这里可能会放一只狗 对要咬前锋 咬住以后打一刀 看看有没有机会能防下来 或者打一个双导吧 打一个双导呢 这把屠夫的平局应该是能保得下来 然后赢的话还得再看 这边好像是想要拖过半打 没打下来 那这个地方前锋还有一半的球 还能够干扰 还有机会能够干扰 看前锋拉球了 躲掉 藏在河边走 哪有不识鞋 这前锋秀了很久了 还是毕竟前锋这个东西就是高风险高收益 他想要继续帮队友来做更多的牵制 这里反手是把自己搭进去 我们看会不会挂上前锋 选择挂上前锋 因为调香师这里是一直有寄生跟着的 他有寄生的 所以说也不怕说人丢了 女巫这边是再管一台遗产机 然后中间场面上面控制住以后 再来慢慢打 那你佣兵把勃命交给谁 你把佣兵把勃命交给前锋 还是说让圆钉过来就 佣兵过来了 那场面上三台电击不是很好修 调香师这里在信徒跟着的 也有随时倒的危险 这刀没打中 曹区慢慢的有机会控场 但是留给他的电击并不是特别的多 前锋这里还有四分之一的球 我们看他会不会切闪 再打一刀 勃命已经交掉 调香师这边我们看怎么说 因为一直没有管调香师这边来寄生这个佣兵 佣兵这台电击只差一点点 寄生上 佣兵敢不敢 不敢修了 调香师那边在清信徒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不要管这调香师了吧 我把这前锋先挂上 你外面只有一个满血的圆钉 然后前后一包夹 先送走一个人是最关键的 好像这边在清 这边在清 在清信徒 一刀打中的是谁 打中的是调香 二挂调香 二挂前锋 前锋先挂上 调香师那边可能还能寄生一手 用兵现在被信徒跟着 比较难 比较难受 弹一个护壁过去 好像电击能开 电击能开 这台电击能不能 还是有信徒管着 这台电击不太好开 会不会切失常 切失常了 这台电击守住前锋这里 来你们谁来救 那边调香师还躺在地上的 局面上面来看 只要守住那台电击 应该保平不成问题 这边前锋倒地 这里该怎么来处理呢 佣斌的信徒已经清掉了 但是能不能找到前锋很关键 佣斌现在过去补电击 看见足迹 没找到前锋 好像没找到 前锋找了一个角落 没找到 很急 圆丁这边假装在开一手电击 那这里要寄身这个圆丁吗 跟过来 圆丁是满血 打一刀其实意义不大 关键是拥兵那台电击 马上就要开掉了 而且穷者已经做出了应对 就是你如果管我用边台电击 我那边还能再开一台 这一手就是没有找到这个前锋 如果能找到这个前锋 其实这把还能打 现在的话 目前来看 平局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保了 他要女巫悄悄地过去 踢一脚失常 前锋起来了 对女巫悄悄地过去踢一脚 好 这一脚踢完以后 这个佣兵惊了个呆 什么情况 这一脚失常 期待佣兵 心里面 凉了一下 跟队友说 压好密码机了 然后 但是留给屠夫的一个时间 真的不多了 为什么呢 调生态电击 其实已经修了一大半了 现在如果调生态电击 这边现在是园丁在补 好像 外面的电击各种在修 目前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前锋 找到这个前锋 还有机会能保平吧 找不到的话 保平都是个问题啊 刚才这边没找到这个前锋 真的太伤了 超级现在也很急 电击直接亮 看见前锋了 上挂飞的前锋 哎 这个窗 被翻了过去 那边 佣兵 继续开 好紧张 佣兵是可以扛一刀斩 强行开门的 只要不吃震慑 我在旁边跟你耗着 你现在是一个失常的女巫 你开门战 没有任何的一个追击能力 信徒场面上面虽然有三个 但是因为没有技能 切了一手失常 所以说这把 非常非常的难打 好 现在先寄到一个 外面看前锋的信徒 前锋的信徒 现在没有能够跟前锋拉近距离 我先把这个强势挂上 保证这把先不被四跑 外置位 大门是肯定已经开掉了 佣兵在这边 能够帮忙扛一刀 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三跑局 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穷人在这边 然后 土夫这边的话 真的是只差了一点点 他如果刚才 但凡能够找到这个前锋 把这前锋挂飞了 平局是可以起步的 我们稍时休息 看下半场比赛